校长,我们能把流浪拳变校圈吗? 真正的生命教育,很难不碰触到生命就真的能理解与感受 为此,过去几年,我们都邀请小米邮寄主持人与小米狗导师来到现场 让孩子们感受生命的温度与重量 或许,就是因为孩子们懂得尊重生命 因此当社区流浪狗变多时 孩子们很快就感受到 孩子们想知道,为何流浪狗变多 于是我们也前往了流浪狗最多的所在 动物收容所 孩子们看见动物的美丽与哀愁 更得知大多流浪犬 起因于人类的自私与情衰 于是孩子们更想帮助流浪狗 孩子们原本打算领养狗狗 但无奈家中太小 于是有人提出 最宽阔的校园 或许很有机会 我们应该来养狗狗狗 因为生命教育也是学校的重点教育啊 于是孩子们联系 知道养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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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 而我们也明白 最终 其实是帮到我们自己 去创造更好的 自己与世界